早安,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 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第2到第4节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热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反馈欠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饿 小朋友,什么是祷告呢? 祷告就是向天上的爸爸说话 就像你跟在地上的爸爸妈妈说话一样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段很有趣的趣事 有一位做大生意的商人 向美国的总统预约了时间要谈一笔大生意 这位生意人带着预备好的一切文件 提早的到达了美国总统的办公室等候 眼看已经过了预约的时间 总统的秘书还没有安排自己跟总统见面 于是他对自己说,可能总统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就多等一会吧 一个小时过去了 总统的秘书告知商人 美国总统刚接到中国总理的电话 只要总统挂了电话 商人就可以与总统见面了 就这样,商人又等了一个小时 总统办公室的后客厅其实很安静 很小的声音都能听得很清楚 这时,商人听到总统办公室的门把扭开的声音 只见总统的秘书走出来 告诉商人,总统正在用午餐 他让商人再等一会 商人明白,总统事务繁忙 于是愿意再等下去 不知不觉,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这时,只见总统的秘书 脸带笑容地走了过来 正要开口说话 只听见后客厅的大门打开了 一个小学生打扮的孩子走了进来 他越过了总统的秘书和商人 急步地走进了总统办公室的大门 这时候,总统的秘书有些尴尬地说 那是总统的孩子 在许多人的眼中 神是圣洁而且严厉可畏的存在 他蛮有权柄,又要管理整个宇宙和世界 总让人觉得他很忙 难以捷径 他又怎么会听我的祷告呢? 就像那位美国总统那样 商人前后等了他三个小时 都还没有办法跟他见上一面 但是小朋友 你知道吗? 只有一种身份的人 神会随时地结见 神愿意花所有的时间给他 那就是神孩子的身份 就如总统的孩子 不需要预约,不需要等候 他可以直接地进入 总统爸爸的办公室里头 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第一句话 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只要我们以孩子的身份来到 父神的宝座前 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 父神愿意听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并且他乐意祝福我们 所以现在就呼唤天父 然后把心中所求所想的 都告诉他吧 我们在地上的爸爸妈妈 既然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 成为我们的帮助 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爸爸呢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